詞曲 李宗盛 李宗盛 曲 李宗盛 詞曲 李宗盛 詞曲 李宗盛 曲 李宗盛 我給你 最概念介紹一下 馬遜先生是一個什麼樣的主法家 馬遜先生是今年一月去世的 他在生前十分希望能夠到台灣來舉行他的書法展展 因為這個書法藝術是中國傳統文化的一個精華 馬遜先生以冰身的軍力存出書法藝術 在他晚年最有成就的時候 他想念台灣 想念中國文化的這樣的部分 在馬遜先生籌備的展覽期間 因為他的 罹患多年的癌症 腐法 去世了 所以今天 我們 大陸的幾位同仁 在進入這個展覽的時候 每個人都群懶至疑 因為這是馬遜先生去世之後的第一個展覽 當我今天第一步發現這個展覽的時候 我看見馬遜先生的這麼多作品不宜在這裡 那麼受馬遜先生教育多年齡 種種情形一起擁當幸福 那麼時間關係 馬遜先生是一個什麼樣的書法家 馬遜先生大學畢業之後 剛好是1961年 1961年 在中國當時 面臨很多困難 他大學畢業及實業 在社會上漂流的幾年 就是大學畢業沒有任何工作 也沒有糧食供應 以後馬遜先生就當工人 在當工人的期間 他開始來解脫他 以後馬遜先生 用他幾十年的經歷 他完成了一個什麼樣的造詣 我們大陸的很多書道的朋友 對馬遜先生有發生內心的一些評價 今天我們實歸心歸地看到 在我們台灣的同仁 在看到馬遜先生的作品以後 也和我們有相處的評價 也和我們有相處的評價 馬遜先生用一句話來幹什麼 他把中國的草蘇藝術 造其極 那麼我現在想把這句話略為給產生 馬遜先生 馬遜先生變明的文化時代 古法時代 是中國文化包括中國古法 經歷了大概北年的跌倒這樣的時期 我們中國的傳統化的精華 成立在一段時期裡頭 因為種種原因 有自我揚情 經濟審美疲倦 和外來文化的借貸 這樣的一些因素 在這樣的過程之中 中國的傳統化 特別是草蘇藝術 出一種停滯狀態 比如說 七代三代 基本上 沒有出租的草蘇藝衙 我們可以理屈 出民國即位 徐衛富山王寶之後 情在氣氛上沒有大體驗 那麼剛才傅沈老師 談到了余幽霖的情況 那麼我在華盛頓先生的傳統的前言 出版的前言裡頭 就談到余幽霖先生 余幽霖先生 是中華民國的開國元氛 也是一人給鄉親的背 我從陝基來 我們這回到陝基來 到台灣來的還有一個目的 我們要去敗業余先生之目 昨天前一天我和王家東先生 我們已經敗業了 維琪先生 傅思蓮先生的神墓 我們參與了全部先生的故居 那麼我們還有目標 就是要敗業余幽霖 和胡思思先生的故居 那麼在這裡我講幾句 那麼余幽霖先生的俗法 余幽霖先生 作為一位革命家 他的俗法給影響 他的詩詞 俗法人格 融會於遺孤 是中國傳統俗法大家的傳統物質 馬思堯先生 這生活經歷和他有最大的差異 那麼馬思堯先生的獨特的造立 就是他把中國的草圖 他變成大草 他十分清楚 他面對的時代 書法 是什麼問題 那麼這裡還有很多學術性的問題 沒有時間展開了 那麼馬思堯先生呢 就是把他的草圖 在中國文化傳統計法的清楚之上 他不立即吸收了 比如說形式構成 視覺刺激 這樣一些現代美學的因素 在吸收這些因素的時候 他又無力中國文化規範的巨獲 所以我們在他的書法面前 受到最大的軍事的衝擊和 一月的享受 但是你去仔細地說過他 他沒有一體 沒有一智 沒有一副 不是在中國的傳統化之內 那麼在這個意義上 必然自己 在平淡馬先生的時候 感覺到這就是十年之前 2002代的人 認為他補充了 柳人姓以來 中國復化的人 特別是草圖的 某些復樸 比如說 我在這裡抖擋了 再加一句 文貴李文賢先生的人格、事業、文章、書法都是能崇拜的 但是反而他在草副方面沒有能夠造其極 為什麼呢?因為他受悲學的影響 悲學是沒有草副的 那麼這個就涉及到了中國現在當代書法面臨的一些問題 就是悲學和貼學的 在這個前言中有糾纏和俱由 馬思雄先生用他幾十年的經理就是要過這個距離 那麼他過得怎麼樣? 那麼我們個人可以見得開始 來,我就前前講這一點 非常謝謝剛剛第一位已經把馬先生的這個書法藝術的過程 他的這個裂痕都採用非常清楚 那麼這就是剛剛我們的國豪兄講到了 三十年,應該有三十多年了吧 那麼那個時候我經常會到大陸,尤其是往杭州 那麼到杭州主要還到紹興 因為我非常喜歡紹興 常去這個藍庭這個地方 去看看以前的所謂取水流上的地方 那麼感受一下五人在書法上面的這一種情操 那麼那個時候我就有機會跟馬先生見面 那麼也常談了許多,也一直談到 那麼兩岸在書法上面的一些不同的地方 跟大家共同想追求的方向和目標 那麼這個時候可能是因為我去的地方 那麼跟馬先生互相之間 沒有在太多的機會見面 但是經常可以看到馬先生的作品跟他的大力 那麼一直到了去年吧 才有機會又在台北見面 那麼見面的時候我就一直感受到馬先生的熱情依舊 那時候我還不是那麼了解馬先生的生意的情況 已經有這樣的一個情形 但是我總覺得我們還會有更多的人 因為有一陣子沒見 那麼現在又碰上了 那麼碰上了當然就要抓住這個機會 將來一定很快 因為他又快來台灣站來 我心裡一直在等說 總有一天我們會再繼續的去 三十五年以來中間的一個沒有互相再繼續討論書法的這樣的一個情緣 但是很可惜 今年我知道的時候有這樣的情形 那麼內心當然非常激動 不過我總覺得人要走 反正天意安排 但是他所做的事情 那絕對不是天意安排 而是他長久以來所累積下來的 我個人是對於書法的推動 我想在這種台灣的路由都很清楚 我雖然書法教育不是那麼深 但是我很努力地去推動 推動的用意只是希望 在今天的這個時代 不僅是台灣 在中國大陸 我們都能夠把書法藝術推向文字 推向這個時代的一個藝術的一個舞台 所以我對於怎麼樣從書法基本的激法 怎麼樣呈現書寫的藝術能夠達到書法的藝術 能夠跟其他的藝術能夠相提並論 那麼這個是我一直想做的一件事情 也是我認為在這個時代文教中的 因為書法已經不是書寫的工具而已了 所以我就一直對於所謂的書法藝術 它應該怎麼樣才具備的書法藝術 我覺得非常的讚美 那麼剛剛在這個開幕的時候 我也大約說了一下 我個人是認為 那麼書法的藝術 它必須是要執行創作者 書寫者本身的書法素養 跟它的這個書法的一個技法 它的這個基本的技術 然後它要用審美觀念 在創作的時候 要注入個人的思想跟情感 寫出來的作品 你最起碼要讓參觀者 能有所感動跟探索 這樣子或許它才能夠 被稱為一個書法藝術 那當然我也唱歌文來一直在看 在當地的這個書法 我們看到的書法展當中 很多人大概也有這樣的一個 能夠達到這樣的書法 個人認為的一個書法藝術的一個要求 但是我看到馬先生的作品 他已經完全超越了 我所講的這個書法藝術的定位 所以這也是我個人非常佩服的 那麼今天有進來 我想雖然它之後沒有再犧牲出來 不可能再有新的創作 但是光憑現在我們所看到的這些作品 我們來領略看裡面的內涵 我們來探索它 我相信還有很多值得我們來看的 還有很多值得書法學習者 欣賞者所要努力的 那麼在這個季節來這裡辦展 其實剛剛李先生正好也提到了 李宥任先生的事情 我們正好也提到 我知道我們合作藝術基金會 馬上也要為美國的媒體 也要辦一個紀念的一個活動 那正好我也承辦著文化局的一個 日本式的一個歷史建築 在做它一個書法業 我們也要做這樣的一個書法 李宥任的一個紀念活動 那麼在這個季節 11月10號時間要試試 今年是滿40周年 馬上進入45周年 所以我們也嚴格兩岸 會辦這幾多個書法的這個活動 在這樣子的前戲 那麼把先生的展覽 能夠在這裡 而且跟我們所公認的草書的名家 不愛 它是背雪的也好 鐵絕的也好 它都在我們的這個書法努力當中 各種封鎖 而且帶領著我們書法藝術的前進 這個是很有意義的 那我最後我就順便請 李先生你們要去拜夜 李宥老的墓之前 其實最接近能夠去跟他親娘的 就在國務紀念館裡面 就在旁邊的公園 就有李宥任先生的銅像 一座非常偉大的銅像 就在翠谷的房間 就在國務紀念館 我們11月10號 也會在那裡辦一個 向他致敬的一個演員 那這個銅像原來是在台北的原款 那麼是經過剛剛的那個 父母聖先生 然後跟我們 我們兩三位朋友去努力 把它切到這個銅像 所以可以去看看 沾養一下 這是我順願提出來的 我就說到這裡 可能差不多一點時間 也請問好 謝謝 謝謝 這個博士客氣啊 謝謝啊 這個今天有機會 隨著大陸的一些朋友一起到台灣來 見到台灣的很多 有的藝術的同道長輩 那麼還有一些長官 社會選擇 在這樣一個時刻裡面 我感覺到很高興 因為這種情況呢 是很難得的 很難得 那麼我們這次來的四位先生 一位就是剛才發言的林廷華先生 還有一位呢 是我旁邊的 書法导報的副總編 江碩鐵先生 再一位呢 那邊第二位戴眼鏡的 美術報的那個 資深主任 蔡春龍先生 那麼我為什麼要提一下這三位先生呢 因為這三位先生呢 應該說是屬於中國書法評論界裡面 具有政治感的 可以說是中國書法評論界的 包括我吧 是一個良心嘛 是一個跳動的良心 政治的心 也就是說 是近春不多的幾顆良心 因為我們大陸的民術平民裡面 馬屁股也蠻多的 所以能夠在馬先生的展覽會上面 雲集四顆 激烈跳動的良心 那是很容易的 為什麼這麼說呢 因為我們是一般 一般比較政治的人 就是說 該說什麼就說什麼 比如說 李廷華先生 他一般來說 敢於葬立之言 哪怕你 你這個人 他這個人 他這個人可以交往 為什麼可以交往呢 他 他可以在禮賽坐牢的時候 他來看 他全部逃掉了 他可以來看 他是這樣一個人 我叫他博士 所以 這個絕對可以肝膽相照 李廷華先生 還有一位呢 就是 蔡淑儒先生呢 就是 你說的不對 他坐在下面 可以拍檔而起 上次認了一隻大罵 的蔡淑儒先生 在國內是相當有名的 那個 江蘇貝先生呢 雖然非常優雅 但是他的文章 你可以看出 他代表了中國 傳統文化的辱學傳統 不以富貴婚禮 這個 不為權勢所屈服的 這樣一種精神 所以我很 很興奮 跟他們幾位一起過來 那麼同時 剛才聽到了 台灣幾位 秘書界的朋友的發言 我們剛才就在外面 一個這麼有水準 真是不得了 就如果我們在大陸的那些展望 好久應該來聽一聽 學一學 那屁話連天 那太差了 所以 今天那個馬思曉先生的展望 因為我跟馬先生 就見過一次 生前就見過一次 所以我對馬先生的評論 絕對是 我跟馬先生沒有任何關係 但是我對馬先生的評論 應該是 最出自於公正 獨立的判斷 因為藝術批評 你如果牽扯了個人太多的 那種感情啊 恩怨啊 那種東西啊 現在他往往會視之於公寓 所以呢 我相信我的判斷是比較公寓 那當然像那個邱真正當時說 馬先生是 是中國歷史上第七位大廠書家 其實我實際上對很多人說 我說邱真正說的其實也不算太多 但是我在文章裡面我否定他 我說你不能這樣說 所以我剛才 剛才忽生先生就說 忽生先生 否定邱真正說的 那麼馬先生的作品 其實 的確是 具有很高的藝術成就 但是呢 但是呢我們在說的時候呢 因為他歷史判斷 他需要一定的時間段的程度 你特別我們就會把它判斷 第幾位 第幾位 然後來排排座 就像 送江 108江來排排座 這樣的話 很容易用處的 都麻煩 所以呢 我比較主張的 就是說 就事論事的 談先生的藝術成就 藝術成就 那麼我們先不談 第幾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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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是讓歷史去排 那當時呢 馬先生的這個藝術 當時我在中國美術館 看到的時候 我有 因為我以前呢 是編雜誌的 馬先生的那個雜誌呢 書法作品集 寄到我們單位來 我看了以後呢 跟那個杜中奧先生呢 是差不多 當初看了也 也並不怎麼樣 太激動 這個是十四九十 但是我跑到中國美術館 看了以後 我是真的是太激動 那個時候 我因為 因為我們吃這碗飯 又是記者嘛 同時看到 他的展覽也比較多 能產生這樣激烈的 因為藝術作品 你能產生 特別是書法作品 它是由限制成的 能產生這樣的一種激動 那是非常不容易 我以前就是說 跟人家說的 你看電影 能激動 那不稀奇 它有一個情節發展的過程 有一個演藝的過程 有一個構思 對吧 有一個矛盾衝突 你大家都看到 你繪畫 有時候還看到 繪畫一個畫面 你也是有時候 修養高道的 有時候也能看到 你各有的激動 對吧 甚至能夠有流淚 但是你書法作品 它真的不容易 書法作品 很多人說 你很激動 然後你去問他 你激動什麼 他什麼也說不出 那說不出的激動 它是一種痛苦的激動 他無法表達的一些 對吧 他很痛苦 他沒辦法說出來 但是呢 我覺得我是能說出來 他的那種激動 但是呢 今天 我覺得 由於是場地的那種限制 所以呢 這個馬先生今天拿來的 一些作品 應該說 是那種 比較 比較具有一種 既然具有代言技巧性 帶有一種 很強的 比較 比較長的畫面 但是 與中國美術館的 那種 非常激情的 大氣蓬勃的 馬視角 還是有具體的 這個是因為 由場地所決定 但是你們今天 看到的馬視角 的確已經展示了馬先生 馬先生的那種 爐背 柔情 律動 那種 風情萬主的草術 那這種 這種特點 他一览 你看他其中 最鮮明的 有三大頭 第一大頭 就是馬先生的 那種草術 他具有很強的 音樂律動 你 反复看見 他有一種 音樂感 所以他跟那個 剛才那個 曾毅民寫的 對吧 這個 所以跟音樂家 能夠交朋友 他是完全有道理 你看他這個作品 就像一個音樂 也像一個舞蹈 舞之倒之 那種味道 第二 他的那種虛實感 特別的強 就是墨色的變化 對吧 有一種節奏在裡 有一種虛實變化 這個 這裡也看得很強 第三 就是他的那種 強烈的畫面感 具有很強的那種探索性 有一種自覺意識 有一種生病意識 在裡 這個 我老實說 我在這裡用了這麼強烈的詞語 拍馬戲 那是非常少的 但是我出自內心的 一般來說 我是 他們也知道 一般的展覽會上 我們這幾個人 都會馬上開炮 哪裏 不行馬上就說 對吧 那麼 所以馬先生 必須是我們出自內心 覺得是一個 承自為大家的一個 當然 任何藝術 他都有 他 可以 跟其他藝術家 比起來 都可能有他的長數 也有他不足的支出 但是我們每個人 都有自己的判斷 我相信呢 通過知識展覽 我們兩岸之間 對中國主要一個目的 就是 對中國傳統文化 建立出信心 建立出感情 所以這次能到 何創始基金會 我跟博士 還有 我看了那個 我們基金會 這個主任 他寫的文章 寫得特別的好 我非常的感動 這個 他能這樣寫 寫出這種文章 我跟博士說 這種文章 的確是一個文化人 這個 的確是對中國文化 有最強烈感悟的人 能夠寫出這樣的文章 真是不容易 所以我希望呢 跟何創始基金會 還有台灣的 各個方方面面的朋友呢 建立起一種 良好的聯絡關係 我們的雜誌 是一個窗口 我希望把台灣的朋友 研究成果 推向大陸 對吧 同時呢 我希望呢 這個 我也提個建議 因為馬先生的這個展覽呢 也不是最後一個一次展覽 敬望馬先生過世 我想呢 在大陸的話 以後場地也比較好的情況下 馬先生以後 還有一個 肯定還會有 好的一個回顧展 有很大場地的一個回顧展 馬先生的大作品的時候 拿出來的時候呢 我相信到時候馬斯莫會 跟我們的親朋好友 都會邀請台灣的朋友 到大陸來 到時候我們再度 馬先生的負財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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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